好,大家好,我是詹姆士 詹姆士幫母親訂了一支紅米Note 4X 先來記錄一下網站上面的規格 不然以免以後他出到紅米5了 就紅米Note 4X要找就找不到,就麻煩了 看一下他的規格,是正面2.5D的玻璃 然後4100mAh的電池 然後CPU是S625 還不錯 聽說這個625的話是比較省電一點的 然後650是效能比較好,但是比較耗電 好,那 相機呢是1300萬的相位對焦 5.5吋的FHD的螢幕 還有指紋辨識 那詹姆士買的是櫻花粉的顏色 他這邊還有香檳精的 那PC Home呢 PC Home只有賣香檳精跟磨砂黑 然後 柏銀灰跟櫻花粉都沒有賣 這有點麻煩 那我是18號 18號在小米的網站上面訂的 然後到現在還沒出貨 然後到現在還沒出貨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雙11的關係 雙11的貨還沒出完 速度有點慢 OK 那版本還有分3G加32G的 那詹姆士是買4G加64G的 感覺 後面的 Android版本的話 記憶體的佔用會越來越高 所以買高一點的比較好 這樣其實差1000塊 3G加32G的話是4999 那4G加64G的話是5999 差1000塊那就 鞋航劇就好了 因為長輩的話 我這樣大一點 他也不用經常在那邊清資料 清照片啊 清一些錄影的檔案 最高主頻是2.0 GPU是506的 650MHz 然後都可以擴充到128GB VFET的格式 然後這邊是一個 續航的 一個錶 大概2G通話的話可以51個小時 我播影片可以18個小時 他當初 詹姆士有在跟 其他的考慮像 HTC的 XEVO 這支以前也是賣到1萬多塊 後來 前天好像是降到6999 但是還是沒有下手 因為怕他的電量不夠 而且他的CPU 又是S810的 聽說會比較耗電 那他的電量是3000 跟這個Note4X又差了1100 所以就 算了還是買紅米的好了 好 這是他的重量跟尺寸 高度151 寬度76 厚度是8.45 重量165 好 拍照 跟錄影 好像是紅米 一直被人家 會被人家閒的一個部分 就是他的拍照跟錄影可能 都不是很好 但這個家瑋應該算還OK的 他 他的前置相機是500 然後是光圈2.0的 然後是光圈2.0的 錄影呢最高就到1080p 然後是30幀的 30fps 那720的話 就可以到120幀 可以慢動作影片 好 再來 高畫質的螢幕 他是5.5寸的 然後 他的亮度450nit 然後是 是Full HD的 好 那 詹姆是覺得有些 現在有些手機 到什麼2K 或是 更高的 可是我覺得這樣反而會耗電 手機夠用就好了 續航力反而是 詹姆是比較 介意的地方 我寧願他用HD 但是續航可以高一點 而不是用什麼2K的螢幕 但是 續航力又變差的話 這樣 詹姆是反而不會列入考慮 403ppi的螢幕 打了1000比1的對比度 然後 射域是72%的NTSC 還有支援 夜光屏 護眼模式 跟射溫調節 然後是3選2的卡槽 無線網路是ABGN 可以 它的外觀 好 導航感應器 陀螺儀 也有 這個 霍爾效應感應器 也有加速感應器 都有 還蠻齊全的 還有NCC的認證 這是它的包裝內容物 好 現在好像越來越多的手機 是沒有附 耳機的 除非一些比較高階的 HTC的U-Ultra 好像就有附一個Type-C的耳機 它現在是降到9900還蠻便宜的 可是它的 電池容量就沒那麼高了 還是3000多 所以 後來也沒列入考慮 好 那我們今天就 介紹這邊囉 等 詹姆4拿到的時候 再來開箱 影片見 掰掰